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汽水雞翼 之前做了一個可樂雞翼 有個網友說 他們用這種汽水做雞翼 讓我嘗試用這種汽水做雞翼 材料很簡單 雞翼 冰糖 薑 蔥 這幾粒是乾蔥 我稍後拿來起鍋 雞翼 已經洗乾淨了 是蝕床雞翼 我這裏是買到蝕床雞翼 所以這次雞翼又不出水了 我嘗試用煎烹煎一下 用白鑊煎一下 白鑊就是什麼都不放 這個意思 就叫白鑊 因為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什麼叫白鑊 哇 就是這樣煎煎它 好 好 放入冰箱 我買了很多雞翼 看看能不能放進去 放在一邊 好,放進去 把雞翼洗乾淨 但什麼都還沒放過 好了 煮到兩邊都橫綠 你想拿哪個雞翼來煮雞翼 就拿哪個雞翼來 我剛剛買了一個 新鍋,雞翼來煮 所以我又試試這個雞翼來煮 好了,燒熱了這個鍋 我們就放些油下去 少許就可以了 放幾粒乾蔥,薑片 幾個蔥白 放一下來 再放一片 椰子 把雞翼去 放入一些小蕾 放在半斑 小蕾 來… 這個… 我來吃了… 謝謝 把鸡翅膀移動的雞翅膀 因為它黏住了 不想它燙掉 放入冰糖 因為這次雞翅膀比較多 所以我多放少許 放大半罐 還有少許 我喝了它 很辣 忘記了 大家要看火 因為說明是汽水 有很多汽水 很可憐 放入蓋子 煮五分鐘 煮的時候 要調醬汁 醬汁都是生抽老抽的 大約兩瓶生抽 老抽一瓶 煮出來 放一瓶酒 放一瓶白糖 放入雞翅膀 師傅 放入雞翅膀 現在要蓋上鍋 收中火 不怕 全都掉出來 先打開 先打開 揉一下 油滾出來了 我要打開 煮了幾分鐘 看看有多少水 再蓋上鍋子 然後開大火 收乾一點的醬汁 然後我要放碎片醬汁 一間多了少少了 很棒 好了 差不多了 再加少許紅油 好了 大概一間多 拌回來 這是我們廣東人的味道 來不開蠔油 再加少許鹽 因為我們之前什麼都沒有放過 之前沒有放過鹽 不是什麼都沒有放過 放少許吧 吃東西不太鹹 因為我們的蠔油 也有鹹 豉油也有鹹 生抽也有鹹 碎豬汁也有鹹 所以每樣東西都有味 最後要加少許味 這樣就放了 尿尾 然後放回 放剩蔥 這樣就很漂亮 好 沙蘿果 好 沙蘿果 我拿筷子過來 吃一下 最近這塊 好 先喝一口 嗯 很棒 嘩 嘩 入西味了 嘩 嘩 這麼小 吃小一個 不怕 肉不怕柴 好 嘩 嘩 嘩 嗯 嘩 嘩 對嗎 不怕齊 嗯 嗯 一樣入西味了 嘩 耶 大家不妨用這種汽水 試一下 煮吧 煮法一用 味道不同 差一點 這種汽水的味道 好像有些杏仁 味道 一樣好吃 嗯 一樣滑溜 嘩 很棒 看完 我最喜歡吃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請按讚 或者加關注 拜拜 拜拜 拿去 煮少少 嘩 那些汁 曬下來 拜拜 拜拜